2019年新春佳节前夕,新疆和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内外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 日前,中信社记者来到和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,用镜头记录下教师和学员们一同包饺子贴春帘的温馨场景。 看着学员们从处处拘谨,变得能大方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,国家通用语言班的老师帕提鼓励,感到由衷高兴。 我遇到他们的都是一种表情,就是有点不爱接触别人,还有不太接受我们,就是对我们在这里的老师呀,他们不太喜欢。 我每次进教室的时候,他们有点不爱说话。 为了早日和班里的学员熟络起来,帕提鼓励曾想了很多办法。 他帮女学员们挑选合适的衣服,带着他们挑剑美操。 不知不觉间,教师与学员间的心连带了一起。 我每天早上起床洗碗练以后呢,直接拿了我的化妆包,到了他们的宿舍。 然后当面就让他看着他们,就我化妆了。 然后他们一个看,哎老师,你变得太漂亮了。 我说,你们也是一样。 我就这样连续了好几天,然后他们一个一个来说,给我一个化个衣服,擦个口红吧,给我化个美妙吧,什么什么样的。 聊起和学员间的故事时,帕提鼓励几度湿了眼眶。 在与学员们的朝夕相处中,他们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 今年叫我的一个女儿去世了嘛,小小就去世了,每次接触她们的时候,每次她们抱着我的时候,我特别特别感动。 她们让我感到了给女儿当母亲的一种感受。 我每次抱着她们的时候,就像这自己的女儿,可能是我女儿长大了,也像她们一样抱着我呀。 她们让我感受到了幸福。 同帕提鼓励一样,舞蹈班老师祖利皮亚也见证了班理学员的前后变化。 她们以前那种,化眉毛呀,就是化得歪,特别浓,现在都胆了,她们知道那个现代化了。 还有身体,她们的身体标准来说,她们已经熟了,她们需要这个舞蹈的体质要瘦,她们坚持住有时候减肥。 现在已经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了。 祖利皮亚看着学员们从最开始跳舞时的害羞紧张,到现在课堂上的自信大方,老师和学员们借由舞蹈这个媒介,走进了对方的内心深处。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,我三个学员已经解业了,那个时候她们就不愿意走的感觉,她们就保着我那种不愿意走流着眼泪,当初我也流下了眼泪。 这个学员和老师的感情就是说不出来那个时候的感觉吗,现在想起来也是想哭的感觉有呢。 在老师的教育和照顾下,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学员们面貌焕然一新,都在培训中心里,随时能听到教室里传出的音乐声,以及五斜摩擦地板的声音,和谐交融在一起。 他们那个参加舞蹈班,音乐班他们的状态挺好的,你们自己也看了,他们每天那么开心,然后演节目。 我们每次跟学员集中,他们演节目,每次演节目的时候,他们就很高兴的,他们的情绪也挺好的,然后他们还渴望,以后在文工摊呀,还是哪个地方哪个地方,远一点的,立地要里面去想表演呢,想演节目呢,他们现在的状态是特别特别好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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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